你说咱们这样偷听是不是不太好 小燕压低音量 轻声道 只见樊草丛生的园子中 三人鬼鬼祟祟的猫在一旁 仔细一看都是有名有脸的神仙 这有什么不好 帝君和浪荡公子不也在一旁光明正大的偷听吗 诚语不符的辩解 抬手指了指另一侧装模作样下棋的两人 难道你不想看看奉九这次要相亲的人什么样 话虽如此 元君咱们为何不像帝君他们那般 这躲在此处 恐有失体面啊 看重礼仪的私命无奈道 况且蹲坐在这里也不是很舒服 承玉一身蓝衣 姿彩大大咧咧的盘腿坐在树丛后 小声威胁道 奉九要是知道咱们这么多人在这看他热闹 只不定会找机会报复咱们 想想曾经被奉九捉弄过的过往 司令还是姥姥失事地躲在草丛后 还顺便举着两个支刹挡在自己面前 奉九悠闲地坐在梁亭下 小脑袋无聊地左右晃着 发肩承玉心给编的小铃铛也随着晃动发出清脆的乐声 他特意按照爹爹的旨意换了一身红衣 奉九新鲜地看着身上的红裙 别说 他以前一直随姑姑穿着清秀的颜色 这红衣倒是第一次穿 红色大气地衬着奉九的容颜 就像是他火红的皮毛一般 与他相衬极了 连颂看着坐在自己对面 一身紫衣雍容华贵 清高冷淡的东华时不时地震住 看向不远处 连颂眼下上翘的嘴角 咳嗽两下 清嗓打去道 毕君 怎么总是看着别处出神 而且今日这下棋的地方选的也不错 东华眨眼回眸 扫了一眼连颂 将手中的棋子重重地丢在棋盘上 抬手脱腮 不懈地质问道 怎么 现如今找你下棋还要有固定的地方 那倒不是 奉九要相亲 帝君这般关心是不是 连颂暧昧的眼光落在帝君身上 东华沉默不作言语 狭长的视线落在棋盘上 好像在认真思索棋局 连颂问了个寂寞 不禁有些泄气 难不成真猜错了 帝君对那位小逼姬当真一点心思都没有 见过奉九殿下 在众人的期待中 八卦中的另一位主角缓缓登场 一身锦衣 温润如玉 不离间伶俐带风 眉眼如宫 眸间的锋利与周身柔和的气质奇异的柔和在一起 更像是一位儒匠 俐落的行李打破了奉九的猜想 本以为是个瘦弱无比 固执死板的神仙 还好还好 这要是跟个若鸡是得 到时候说不定都扛不住我一拳 奉九脑中胡乱地想着 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 起身回礼 苍蝇神君请坐 两人坐在一处相对无言 场面略显尴尬 在下呈白衣上神的嘱托 来看望奉九殿下在九重天待得如何 苍蝇神君礼貌开口打破了寂静 我爹爹他总是担心我闯祸 真是麻烦神君了 奉九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一手抓着一缕青丝便在指尖玩弄起来 哈哈 奉九殿下这般伶俐可爱 白衣上神的担心道也是多余了 苍蝇爽朗地笑道 凌厉的眉眼软了下来 严肃冷峻瞬间无存 我爹就是怕我捣乱 我小时候到那都会惹些乱子 就连跟我爷爷去西天饭境也没有安稳过 把这个佛堂拆得乱七八糟 奉九刻意夸张道 殿下还真是活不好动啊 苍蝇的话让奉九眼前一亮 对对对 他们这些注重礼仪的神仙 最接受不了到处捣乱的人了 下一句就应该说在下还有别的事 就不偷扰殿下了 奉九满是期待 眼巴巴地等着苍蝇说这句 没想到 什么时候奉九殿下入室有空 可以去小仙的神宫参观参观 我的宫殿可是很惊得住奉九殿下玩闹的 苍蝇望着奉九眨眨眼 清爽地笑道 这小子怎么这么快就邀请小九去他宫殿 肯定是心怀不轨 老子要去拆穿他 小燕气冲冲地要冲过去 还好承玉一把将他拽了回来 承玉捂着小燕想要大喊大叫的嘴 你记什么 人家这是在向奉九表达他的立场 立场 什么立场 老子怎么没听出来 小燕疑惑地皱着眉头 苍蝇神经的意思是 他不在乎小殿下活泼好动的性子 而且他也非常愿意接受小殿下 从侧面表示他对小殿下很满意 斯明一边深薄偷听 一边解释 小燕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顺势坐在地上 拖腮思考着 双眼深色凝重 老子是不是也应该学学这家伙 侧面问一问姬恒愿不愿意去老子的地宫 太好了 又学到一招 得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宫殿拆了 年幼少经情场的凤九满脸不解 宫殿而已 凤九殿下喜欢就好 拆了正好盖心的 苍蝇笑道 这个神君可比以前见到的更难打发啊 凤九名嘴为难 娇美白皙的小脸紧簇 心里的不愿和排斥不言而漏 其实在下万年前曾遇小殿下有过一面之缘 苍蝇甩甩袖子 为凤九道上一杯清茶 凤九礼貌地拿起茶杯 是吗 凤九的记性不大好 可能唐突了神君 当时殿下的年龄不大 年代有些久远了 在下依稀记得应当是在原始天尊的石寒洞中 石寒洞 凤九疑惑地回忆着 不由得勉为一口茶 当时正巧碰见殿下身陷寒光阵中 碎出手相救 有幸认识了殿下 嗨嗨 凤九一口茶呛住 嗨嗨 坏了 当时就自己的好心人竟然是苍蝇神君 完了完了 自己的形象肯定是全毁了 我病中的样子 你都 看见了 凤九抱着最后的期待看向苍蝇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苍蝇谋中含笑地点点头 凤九抱毁地拍拍脑袋 多谢当日神君的恩情 以后有能用到凤九的地方只管说 凤九强撑着丢脸的修意说道 小事而已 殿下不必放在心上 还请神君不要将我病中的样子说出去 凤九探头凑过去 小声说道 殿下放心 凤九灵动的小动作印在苍蝇眼底 性子活泼 身份尊贵 容老毅力更让他心悦 如果因而这一桩婚事道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神殿确实缺了一位女主人 看来要好好请哲言喝一顿了 苍蝇见眉微挑 笑着应了凤九的请求 凤九这门亲事看来应该是定下来了 连颂看着不远处耳畔相谈的两人 出言断道 嗯 东华拖着下巴 细细端向着前方 这苍蝇也算是不错的人选了 白玉上神还真是为他这个独生女处处着想 连颂赞赏着 比他还优秀的 大有人在 东华冷言 不是 帝君 我怎么说一句你对一句呢 连颂冷吸一口气 有吗 东华挥挥袖子 桌上的棋盘换成茶盘 古怪老头子 连颂翻个白眼 小声嘀喃道 东华的手蹲了一下 又继续倒茶 下次神经弱势去青秋做客 凤九定当盛宴 梁亭处传来的声音 又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那好 到时在下可想尝尝变下的手艺 苍蝇起身行礼 没问题 凤九站起身来 相送 你们说这苍蝇神君是不是对小九有意思 小燕盘坐在地 撑着下巴愁闻道 如画的美眼轻皱 更增了几分忧愁美人的话意 那还用问 不然他提什么救命之恩 小九最怕欠别人恩情 更何况是救命之恩 成玉手中的哲善轻拍着手掌 断言道 看来小殿下这次可是要栽了 死命性栽了祸 凤九逃了这么多次相亲 这次看来是要背着救命之恩牵的死死的了 死命和成玉相视一笑 苍蝇神君的秉性优良 品行质朴 武力和才智也非常不错 看来凤九这次是找到好的归宿了 三人的交谈也同样落在了东华尔中 救命之恩 以身相许吗 他轻吹着茶杯中的水面 话说小九所说的病中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 你们见过吗 小燕双眸一亮 话题转向别处 这个我倒真没见过 成玉思索 摇摇头 看着两人投来的眼神 死命连忙摇摇头 小仙也没有 真是好奇 不然小九这般遮遮掩掩的干什么 小燕晃动着脑袋 你可别说漏嘴了 那时候凤九肯定会发现咱们在这偷听了 成玉担心的嘱咐 放心 老子的嘴最严了 小燕拍拍胸膛保证道 当月光挂满树梢 九成天也陷入寂静 太成功内的一气势蓬勃的寝殿中还亮着 烛火随着微风轻轻晃动着 丝毫不敢打扰到手握佛经的尊神 东华这本佛经已经看了一下午了 却丝毫没有翻动过 东华在等 等着苍和将他送进那个幻境中 他要搞清楚自己捅小白的因果 终于熟悉的感觉袭来 这次的地方依旧是熟悉的太成功 看着沉稳庄严的帝君站在太成功门 同凤九说话 东华随意地语靠在宫墙上 看着凤九将只剩一分法力地自己扑倒 看着泪眼朦胧的凤九质问他 是不是因为三生时尚没有他的名字 所以他们才不能在一起 东华本以为会是一场情人变仇人的结局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更久他竟然用仓盒 生生割下了自己的一条尾巴 九尾胡断尾之痛如同弯心 看戏的东华感觉胸口一抽隐隐发痛 青秋胡尾每一条都会根据执念 化作一个法器 我在三生时尚 刻下你的名字 两个东华都正正地看着痴情含泪的凤九 强忍着疼痛 虚弱狼狈地跑向朱仙台 东华没想到 幻境中的凤九竟然这般执着 他的脚步加快 跟上了那个坚韧却步伐亮呛的身影 注视着他因难忍的断尾之痛 虫重地摔倒在地 却仍然坚持着站其身 晃晃悠悠地走到三生时旁 这是东华第一次见到三生时 凤九挥手将三生时上的名字都展现出来 东华定眼凝视着 果然 上面记载了四海八荒所有神仙的名字 他听着凤九悲痛寒泪一边念着东华帝君 一边转动着三生时寻找着 没有 真的没有 东华的神色冷淡面无表情 可是微颤的瞳孔却出卖了他 当真没有半点缘分 这个世界的自己童小白真的无缘吗 他不甘心 不甘心 东华的缩在宽袖中的手紧紧握着 苦苦寻找东华帝君的凤九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可是在他旁的人却不是东华 文昌帝君 东华扫视着那幅在三生时上的四个字 轻轻呢喃着 凤九崩溃地哭泣 不甘心地用虎尾画长的匕首 不断在文昌帝君的位置刻画着 东华 东华 可是三生时上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东华 令人心碎的哀鸣声逐渐变得虚弱 哀伤不已的凤九 因为疼痛昏倒在了三生时旁 东华看到笔之他自己 更加端庄威严的帝君竟然奔跑起来 或许这个冷酷无情的壳子下 早已被凤九懂满了爱 只是这一切都无法言语 让他知道或许对他来说是更大的灾难 回来了 东华黑气明亮的眸中无比复杂 他的手还握着佛经 外面的天色已经大白 这一夜过去了 他轻叹一声 凤九的执着让他无言以对 明明凤九都能为了缥缈的希望而断尾 可是幻境中的自己却 东华按住紧簇的眉头 他觉得那个帝君对凤九的爱并不少 东华不相信自己会让凤九独扛着这一切 帝君 有梦好的消息了 丛林踏入书房 行李道 打断了东华的思索 嗯 何处 东华抓着佛经的手紧了紧 魔族禁地白水山 丛林的语气有点压抑 谁会想到当年跟随东华帝君征战天下的一点名将 竟然被困在小小的白水山 数万年都未曾被人发现 帝君 最近白水山的魔物波动一场 帝君法力还未完全恢复 前去恐有不妥 丛林担忧 无妨 你先下去吧 帝君挥挥手 手指幅在额尖揉动着皱起的眉头 一道轻悦的娇声入耳 帝君 我今天研究出了一个新糕点 粉装着身 一柄玉簪将青丝挽起 凤九活泼欢喜地进了请殿 献保一般将精致的瓷盘子递到了东华面前 恍然间两张脸重合了 那个悲弃着在三生时尚企图逆天改命的凤九 可眼前这个少女宛如一人 帝君 凤九疑惑地在东华眼前挥挥手 一早上帝君怎么就就般恍恍惚惚 嗯 我尝尝 东华回神 修长玉鼓的手拿起了一块糕点松入嘴中 味道清幽甘甜 让人如梦一般 这糕点不错 叫什么名字 东华点头夸赞 凤九的小得意挂满娇脸 这是我用无忧花做的 我觉得就叫无忧高吧 无忧高 挺好 东华细细端向着手中这小小的糕点 实至甘美 望之无忧 小白 你 有喜欢的人吗 东华思索再三 还是想询问一下 他的神情带着几分凤九未曾察觉到的小心翼翼 这般卑微的神色 过去可从未出现在这尊神的面容上 无 没有啊 凤九叼着糕点 直言道 东华提紧的心放松了些许 又继续问道 小白 若是有个人与你两情相悦 但是你们却不得在一起 你会如何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帝君问得好奇怪 凤九皱眉 不解东华问的问题 你会如何 东华坚持问道 双眸紧紧地盯着凤九白皙的脸和神情 不肯错过一丝一毫 当然是哪怕找遍天上地下 也要找到法子与他在一起 两人若是真心相爱 定是要一同战胜阻挡在前的苦难 那样才更加值得 也更有意义 小狐狸的心眸闪烁 话语中也满是期盼 这种爱情才是让人真心向往的 东华不知道幻境中的帝君 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他的眼睛不敢直视凤九 轻亮明镜的双眸 那要是有一方放弃了呢 东华小心翼翼地添了一句 声音也削弱了几分 那就舍了他 若是一味地付出 定是累极了 不如早些放手 凤九洒脱释然道 毫不留情地挥手表示道 舍了吗 东华看着他白皙稚嫩的侧脸 眼底翻涌着暗沉 东华身上忽然闪过一丝红光 沉在自己幻想中的凤九敏锐地侧过头 眼前仍然是帝君俊朗欣兮的脸庞 沉稳如雨 鼻子清秀 帝君身上的白檀香也飘散过来 凤九轻柔着鼻子 无意发现帝君在看着自己 他毫不示弱地登大湖里眼看回去 对视片刻 凤九的眼睛有些干涩发酸 只好使劲地眨眨眼 环节不舒服 东华看着面前娇憨蠢萌的凤九 僵硬的神情一软 眉转柔情突然笑了 凤九疑惑 不明所以也只好附和着跟着笑 他疑惑地叼着无忧膏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的 帝君莫名的怪异 公主 公主 你刚才去哪了 闽苏到处寻你 未来人打断思索的极衡 看向闽苏 刚才在四处逛了逛 姬衡依旧是那副温柔的模样 闽苏和旭阳在上次所魂遇事件后 便每日跟着姬衡 恐怕他再被虐出赢那个小人骗了 公主最近的胃口怎么小了 可是有什么烦心事 闽苏将端来的高点 一盘盘摆在姬衡面前 眸光中满是担忧 姬衡黑友的眼眸隐藏下所有的疯狂 柔情的小声道 可能是最近有些发问 一会儿你同哥哥说一说 我想出去转转 这 闽苏有些为难 只好问道 不知公主想去什么地方 疾风山不错 就去那吧 姬衡柔笑一声 随意一说 一步步地靠近自己的目的 恶狼的爪子早已在黑暗中跃跃欲试 疾风山 那里距离我族的境地有些近 恐不太安全 闽苏不敢直接硬下 姬衡面路伤心意 蜿蜒道 那便算了 也不是非去不可 那我去问问魔君 闽苏怕姬衡伤心 脸跑带闪的找到了旭阳 公主要去疾风山 旭阳惊讶 不解姬衡的想法 自己这个妹妹一向直书打理 温顺柔和 只是最近却一直做一些小动作 魔君 那山距离白水山有些近 属下怕有什么意外 闽苏担心 这样吧 你带着百人一同前去 务必保护好公主的安全 是 闽苏回完便转身 唉 续阳心虚地叫住闽苏 闽苏回头疑惑地望过去 嗨 那个 本君 本君前些日想做一把气 结果没做好 这个参赐品就给你了 续阳从袖中掏出遗物 一柄白玉簪 丢到了闽苏怀里 闽苏手忙脚乱地抓住玉簪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看到续阳仓促离开的背影 魔君这时 闽苏呆呆地捧着玉簪站在眼底 脸上不禁傻笑出来 哈哈 魔君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闽苏的脸羞红了起来 欢快地蹦跳着离开了 十处后的续阳偷偷地探出头 看到闽苏高兴的步伐也弯起了唇角 公主 我们在这里如何 被众人为在其中的击横 看了看此处距离白水山静底的距离 点了点头 大家停一下 环顾四周 确保公主的安全 闽苏手持佩剑大声令令道 是 众人一起为中心散了开来 检查周围是否有什么魔物毒虫 闽苏一挥手画出一方木屋院子 护着击横镜为院子 站在屋外 看着不远处冒着黑气的白水山 闽苏神色凝重 双唇紧敏 脑海中不禁疑惑 这四海八荒这么大 公主为何一定要坚持在这白水山附近 独自一人进屋的姬衡 坐在桌旁 万事俱备 只等时机的到来 姬衡的嘴角翘起 眼底满是激动风鞭 魔族将士风尘仆仆地来到太成功 别人见到自家魔君狼狈地扫着院子 魔君 姬衡公主送来一物 说是让属下亲自交给你 正在打扫庭院的宴池物听到手下的话 停下了动作 姬衡 什么东西还需要特意送到九重天 莫不是姬衡明白了老子的心意 小燕欣喜地接过递来的信 心怀期待地打开 小燕魔君 见字如面 上次多谢青秋女君的药膏 得以痊愈 姬衡想请魔君同邀女君 三日后来疾风山做客 还望魔君转达姬衡的心意 多谢 姬衡邀请老子吃饭 太好了 小燕举着信 高兴地大声呼喊站 正我怎么感觉机 恒公主好像主要是想请青秋女君呢 下属迷惑地看着疯疯癫癫的燕池物 质疑她是不是理解错了 燕池物将扫把塞到了手下怀里 先帮老子干着 我去找小九 燕池物风一般地消失在原地 此处独留下飘散余地的树叶 与呆望迷茫的魔族降世 小九 小九 果园里正在摘取鲜果的凤酒 远远地就听到燕池物的呼喊 她转动坐在树叉上的姿势 透过繁茂的枝叶 看到了奔跑过来 双手摇晃了燕池物 小燕 我在这 奔九冲小燕喊了喊 方便找到她 小九 好消息 好消息 燕池物白皙地脸激动地战红起来 燕色娇羞地脸神采飞扬 更是让路过的公额羞红了脸 什么好消息啊 奔九用袖子随意擦了擦果子 便啃了起来 吉恒要约老子吃饭了 燕池物得意地仰着头 冲她晃了晃手中的姓 吉恒 就是你每天朝思暮想的魔族公主 惊奇的奔九随手丢给小燕个果子 对啊 你看老子的爱意终于得到回应了 一箱大大咧咧的小燕 小心翼翼地将杏纸叠好 塞进了胸口 将果子在胸口蹭了蹭 张嘴咬去 嗯 好吃 小燕顺势靠在了树下 不过吉恒说让你也去 顺便谢谢你的药膏 奔九吃惊地指了指自己 不好意思地拒绝道 我 我就不去了 你们好不容易有点见面的机会 奉九摆摆手 她才不想去掺和这些事 不行 吉恒好不容易让老子办点事 必须去 小燕语气强硬 不给奉九半分退让的机会 那好吧 奉九勉强答应 起身俐落地从树上跳下来 在那寂静的风陀之旁 估计清悦的尊神 一如既往地垂吊着 路过的仙者借远远行李便退下了 无人赶上前去打扰他的清修 晦气冷漠的脸庞如白玉般 无欲无求 众仙感叹不愧是 心境最接近佛陀的尊者 刹那间 东华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 修为陛下的仙者没有发现 原来的那处扣着一个天罡照 东华睁眼出现在了落水河畔 他似旁观者一般 看着众人抵抗着将要破出 东华中的情仓 一会儿我会用原神阻他片刻 你去清秋找你姑姑 毕君神色凝重地紧盯着东华中 小生同身侧的凤九交代道 不 我不走 凤九坚决地摇摇头 不要胡闹 毕君低头看向凤九的双眸 将他眼中的决然悉数收入眼底 我没有胡闹 我说过要与你同生共死 凤九坚持着自己的决定 咬牙顶着帝君的怒气 没有人能与我同生共死 我以命护苍生 自断姻缘 倘若强行和你在一起 必会引发四海战火不断 生灵涂炭 你我也会不得善终 毕君背对着凤九冷漠地说着 眼中的深情避开了深厚的佳人 东华听出来了 其实最后一句 才是自己想要告诉凤九的 你我也会不得善终 不得善终 白凤九 你不是普通的女人 你是未来的青秋女君 不要再胡闹了 帝君冷硬地说道 我没有胡闹 若是你现在都得过她 我绝不拦你 大不了我陪你一起去死 可是你现在连她的一层法力都没有 我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凤九还住她 拼命般不撒手 心眸温软地盯着她 张开 帝君低头怒吼 视线正好望到凤九额间的凤尾花 不让 除非你打死我 凤九死死地抱住想要冲上去的帝君 正巧此时秦苍破终而出 仰天长笑 红莲夜火肆意地向周围喷射 凤九惊恐拦住帝君 回身替她挡下了秦苍的红莲夜火 刚刚承受断尾之痛 现在又受此重击 凤九的血顺着嘴角流出 五脏六腑如同火烧一般 痛得凤九失去了几分神志 晕倒在帝君怀里 观望的东华脚步不由地迈出了半步 幸好李姓召回了她 东华继续看着 之后的事便与他们牵扯不多了 夜华声继东黄中 天族一同找去清秋要回夜华的仙体 直到在南天门他们才再次说话 你的伤 我以为你会问我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 秦苍大战前 你问我的问题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没有从三生世上抹掉自己的名字 会不会喜欢我 会 你说什么 如果我没有从三生世上抹掉我的名字 我会喜欢你 帝君的手轻抚着凤九而尖的凤尾花 眼中的情愫也流转其中 直面两人的东华也笑了 终是没有猜错自己 只可惜天命不饶人 若是没有凤九 东华倒可是舍命与天命一搏 可若是没有凤九 又有什么好搏的 去吧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帝君转身 品质的几倍与从前无恙 只不过步履地缓慢让东华了然 能放下吗 不能的 对吧 东华站在自己的身后 轻言道 不知是对谁说的 凤九压抑的哭泣声 也同样压在东华的胸口 他与小白定不会如他们一样 他会让小白喜欢上自己 他只能是我的 生生世世都是我的 幻境再次结束 东华静坐在书房中 紫色的跑脚随风轻点着地面 狭长的双眸直直地盯着不远处的空五 突然冷眸一凝 袍袖一甩 起身走出了书房 帝君 守在门外的众林行礼道 渺落被关押在庙宇园 终日吸食着三溪浊气 本军需要前去加固封印 东华快不离开 都留下一句话 消失在了太陈宫 丛林神色凝重 渺落的事情关乎着四海八荒的安稳 但愿帝君此行无碍 东华出太成功的时候 正巧碰上了准备去制作新衣的小燕和凤九 他现身在两人面前 小白 帝君 正在和小燕商量衣服的颜色的凤九 看到东华疑惑了 帝君这是要去干什么 凤九问道 有些小事要去处理 东华说道 那帝君早去早回 到时候我做好糖醋鱼等你 凤九眉眼一弯 笑着观心道 好 东华的嘴角轻翘 语气也变得温柔起来 东华一闪身消失在两人面前 被东华无视一通的小燕凑到凤九身旁 小九 你什么时候和冰块脸这般好了 我们一直不是都这样吗 凤九不解 总感觉冰块脸对你图谋不轨 小燕撇嘴 胡说什么 那可是尊神 乱议尊神可是有罪的 凤九一巴掌拍在小燕脑袋上 顺便言语威胁一下 小心把老子打傻了 到时候老子就天天赖在你的狐狸洞 小燕捂着脑袋 凤九心虚地蹭蹭手 算了 这要是真傻了 姬衡不要塌了 不得天天烦着自己 快走吧 你不是要制作新衣吗 凤九抬腿走远了 燕迟雾急忙追上 对对对 新衣最重要 一定要给姬衡留下一个好印象 你说什么颜色好 白色吧 女孩子都喜欢以表堂堂 干干净净的男子 小燕拒绝地摇摇头 白的 不行 那玩音一点都不抗脏 又不是让你上战场 凤九翻了一个白眼 青色吧 又抗脏 又清秀 那不是跟幽明斯那个谢老头一样吗 幽明斯的谢姑丑感觉一阵冷寒 小燕 要我说 你这般娇艳漂亮 独若穿红色吧 说不定击恒公主一见到你 就立马想要成亲了呢 凤九转了转眼眸 使坏地转头说道 红色 红色 小九这个好啊 小燕双手愈合 赞同地说道 娇媚的脸庞也随着心情更加的严厉 凤九收入眼底 这小燕若是女娇娥 肯定有不少男子上门求亲啊 可惜了 可惜了 凤九感叹 伴着净化妖邪的佛灵花 东华的身影出现在了妙医院 果不其然 压制渺落的封印开始松动起来 东华神情冷然 双手抬起将身上的法力加固在封印上 帝君怎么一来就这般心急 难道还怕奴家跑了 吉衡邪魅的调笑着 暗自试探着 经过自己数万年的努力 好不容易有些松动的封印 正一点点被东华加固起来 之前的努力竟然都白费了 吉衡懊悔自己近日过于心急 竟然让东华抓住了破绽 可恶 两人一同安静了下来 私下进行抗衡 东华刚刚损耗了不少修为将封印加固好 一迈出妙医院就发觉仓河又有异动 难道幻境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东华双手结印为自己周身设了一个隐身皱 云神也随着仓河的指引踏入了另一个镜面 东华正巧站在了礼台的最高处 看着红衣盛装的凤九一步步地走向他 高贵优雅 气势凌然 东华的心竟然有些紧张 眼在袖中的手指慌乱地揉挫着 看着他站稳在转身 果然还是红衣最佩他 东华子俯少阳君坐下司命新君 领帝君之命 贺青秋女君成绩地位 这是帝君的贺礼 是昔日帝君征战天下时所用的四海八荒图 此乃帝君亲手所会 有劳新君了 不知帝君送来贺礼 可又带什么话来 凤九问道 帝君说 女君只需翻开此图便可明了 数十万年 沧海桑田 就连这四海八荒 都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 世间万物渺小如丝 没什么可值得惦念的 没有悲伤 没有哀哭 凤九正如众人所期待的 恭敬回礼 东华看着他傲然绝灵的身姿变清楚 从前那个总是爱哭怕疼 喜欢追在帝君身后的小姑娘长大了 凤九谢过东华帝君的贺礼 怨天族与青秋时代交好福泽万民 东华跟着凤九 看着他将四海八荒图挂在狐狸洞的最高处 每日都要为其上三炷香 默默祷告很长时间 有时入夜后还要偷隐折颜的桃花醉 不只是喂酒还是喂人 东华常常会靠在树旁 看着醉倒已靠在树干上的凤九 微醺的脸庞泛着红韵 迷离醉意的眼眸流淌着情意 他最后总是喃喃自语 东华 陛下 世人道情商最难治愈 因为他无药可医 幸好这幻境的时间过的是外界的几倍 东华有时跟着自己 估计苍茫的待在泰晨宫 有时跟着凤九 四处游历转一转 听他向各处的神仙教好 时间飞逝 眨眼间就来到了神魔大战的战场上 厮杀的腥风血雨 早已让经历过上古大战的东华习义围长 他似幽灵般 随心所欲地游荡在战场上 看着脚下横式遍野的战场 鲜血流慧成一道道小河 当他看见了墨渊被偷袭身染秋水毒而死 看见了折掩白针泪寻解药闯入而被毒虫吞噬 看见了胡逼一家接连死在魔人手中 说他冷血也罢 说他无情也好 他可以冷眼 看着战场上的万千将是死于魔人的屠刀 但是却无法忍受自己的同伴和战友的一一陨落 更看不得他心肩上的女孩背负沉重的仇恨 从此活得疲惫艰难 我要去找他 东华愣正地看着眼眶血红却仍然要找他的女孩 或许这也是幻境中的自己会爱上他的原因 似他从碧海苍林诞生以来 从未有人心心面念着他 愿意与他同生共死 这天地间所有人都是靠近他想寻求他的保护 只有凤九是为了保护他 而后发生的所有事都在东华的意料之外 他被动地看着孟浩受到沁江的蛊惑而错认 看着自己的忘年之交连颂 那个总是被自己嘲笑的花花公子 为了护助凤九而被长刀刺穿战甲 直到双眼的眸光消散跪倒在地 看着他最为在乎 放在心肩上的女孩在亲人朋友惨死离去的崩溃边缘 更被动地看着他自己以全身的赤金血为瘾 何天雷只是将沁江的元神困住 却仅仅只是将他困住了 东华不理解 就算自己只有两三分修为 也不应该以命为谢都没有彻底杀死沁江 当天足谨慎的残兵残江赶到时 战争也算是结束了 本该少年风发的元真 僵冷着脸带人打扫着战场 而凤九还保持着帝君与化石的姿势 双眸昏暗无色 神情呆滞 东华不忍 走到他面前蹲下身 伸出白皙的手指 他想轻轻地碰一下他 可是 还是不行 手指穿过凤九的身体 东华看着自己的手 内心失落空荡 凤九的眼神空洞无光 东华慌了 他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害怕凤九寻死 可是凤九的坚韧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打扫战场 回首青秋 独自一人扛起青秋武荒 凭借帝君告知的秘密 死死的压制着想取代天君地位的外族 以一己之力将阿黎送上了天君之位 未损好一兵一足便平定了内乱 东华一直站在凤九的身旁 看他走出阴霾 走出恐惧 成绩大典登上地位 受众先朝拜 也在先世上留下了浓诺的一笔 虽然不足以同东华比肩 但在至上古史中也未能有女仙超越 她也成为了众人口中的青秋姑姑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东华 既欣赏她 也心疼她 更不想让小白也变成这样 虽然这可能是众人期待的青秋女君 瑞智沙发果断 受人崇敬 但不是她想要的 东华还是希望小白能保持现在的活泼愉悦 因为只要有她在小白就不需要长大 小燕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 她早早地就从泰城宫里 将双眼朦胧迷迷糊糊的凤九拉走 小九 移走快些 燕池乌在前方焦急地催促着 神情极拙 不过眉眼间的春光得意 倒是让人觉得心情愉悦 一身的红袍更衬着容貌的娇燕 只不过粗鄙豪放的姿态 却于俊美的外表形成反差 小燕 你记什么 这不是还没到鸡横公主说的是时辰吗 凤九无奈地摇摇头 真是搞不清小燕为什么这般急切 从一早上开始就萌萌叨叨 被燕池乌一清早就拽起来的凤九感觉困意上头 她张嘴打了个哈浅 眼角也微微湿润了 哎呀 以前你不总是活蹦乱跳的吗 怎么一陪老子看鸡横就这般磨磨蹭蹭 你不是看上老子 不想让老子见鸡横吧 燕池乌走到凤九面前 眼神怀疑地打亮着她 语气坚决道 你可别喜欢老子 没结果的 我心里可只有击横 闭上你嘴巴 凤九翻了个白眼 走 快走 马上走 凤九的第二个哈气就这样被小燕硬生生憋了回去 她连忙拽着小燕的袖子往前奔去 本来就脱离不了小燕 这要是让她以为自己喜欢她 那不得被烦死 凤九一边想 一边加快脚下的步伐 终于随了燕池乌的心意 公主 谢燕已经准备好了 敏苏行礼 对于院中的姬恒说道 好 大家都辛苦了 姬恒温柔一笑 让院中的魔人都感觉如沐春风 不愧是魔族的第一美人 大家也都休息吧 正好也都尝尝我准备的糕点 姬恒示意敏苏将自己这几日制作的糕点分给大家 敏苏殊不知他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 众魔握着小巧的糕点 感动不已 纷纷夸赞起姬恒的多才多艺 快尝尝 姬恒劝慰道 众魔不好意思推脱 纷纷将糕点摁下 公主的手艺真好 这糕点真好吃 嘴奔的阿大憨憨的挠挠头 傻笑道 那把我的爷给你 与他一项完好的敏苏 背着姬恒将自己的糕点塞给了阿大 敏苏 你真好 虎背熊腰的阿大接过糕点直接吞到了肚子里 双手拍了拍手上的残渣 粗壮有力的胳膊环到敏苏瘦薄的肩头 整整能装下两个敏苏的阿大 就像是将自家的小孩抱在怀里 敏苏 没想到你虽然长得这般瘦小 但却是个有情意的好魔 姬恒看着自己的糕点被所有人都吃下后 心里便开始暗喜 嘴角不禁得意地上弯 众人又散开继续钢材工作 姬恒看着众人的身影 眼底冷光闪烁 果不其然 莫过多久 刚才还一片祥和的疾风山 竟然从四面八方涌来数不尽的毒虫 敏苏的眉头一皱 连忙命中人将木屋保护起来 防止公主受伤 虽然大家的身上都涂有毒虫害怕的药粉 但是这不见边际的虫群队依旧死命地向他们涌来 将他们包围其中 望着蠢蠢欲动的毒虫 敏苏总觉得后背发凉 果然双方僵持没多久 毒虫便冲涌上来 无视驱虫药 将外围的魔人一一扑倒 吞没 成群的虫子散开后 毒留下一物饰品 大家惊慌地向后退去 双眼满是恐惧 敏苏顶着满头冷汗 咬牙拔出剑 站在众人面前 几倍瘦小挺直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公主的安全 众人的军心稳住 一同升起屏障 阻抗着毒虫 守护着安静祥和的院子 只不过 仍应该在任子里的击痕此时却消失不见 借聊空无的白水山境地 一条黑龙盘旋在上空 名神一望 竟有两条铁链穿过龙身 将其牢牢困在其中 囚禁了他的自由 依身穿白衣的女子轻手轻脚的探入 外来的气息让黑龙巨大的眼眸 骤然一睁 琥珀色眸中黑漆的树桶紧紧地盯着女子 你是何人 伴随着一身龙吟 黑龙变成了一个披头散发 脏兮兮的男人 梦好盘腿坐在石台上 疑惑地望着独自一人来到境地的姬衡 我叫姬衡 是赤魔族魔后的女儿 也是 你的女儿 姬衡看着前世自己仅见过一面的亲生父亲 心里也五味杂陈 毕竟前世她为救自己而死 你是我和她的女儿 孟好站起身 她抬起有些颤抖的手 轻轻地俯在姬衡的发肩 真相 你和你母亲像极了 孟好的眼眶泛红 嘴角轻弯 眼神透过姬衡好像在望着另一个人 一个她为之甘愿所求 甘心赴死的女人 父亲 姬衡冲上前埋头在孟好的怀里 眼泪竟也流了下来 不知是因为再见孟好 还是为自己接下来要实施的计划 孟好的双手僵硬了片刻 才紧紧地将姬衡抱在怀里 这帮毒虫是疯了吗 阿大嘶吼着 双手不断挥舞着长刀 将身旁的毒虫斩断 这帮毒虫就像是 不要命一般疯狂地向她进攻着 带来的百人现在也就紧上他们二人 死守在公主的房门口 敏苏手握长剑 挥动着剑招将阿大身边的毒虫扫落在的 阿大 你快去看看公主的安危 这里我守着 两人对视点点头 阿大快速冲进屋内找寻击横 可是空无一人的房间让阿大心头一紧 不好了 公主不见了 屋内传来阿大的叫声 敏苏眉头一皱 坏了 公主莫不是被人掳走了 敏苏 这是怎么回事 从不远处急急奔来的小燕 看着被毒虫包围的院子 神色慌忙喊道 望着毒虫包围圈外的小燕和凤九 敏苏急促地大声呼喊 小燕魔君 不要进来 燕池物害怕击横的安慰 狂躁地撸起袖子想要冲到里面 还好被尚存理智的凤九拽了回来 小燕 你冷静点 老子怎么冷静 击横正有危险 我怎能袖手旁观 燕池物甩开凤九的手 死命的往力冲去 幸好凤九又抓住他的衣摆 将他带了回来 凤九的脑子迅速运转着 思考对付他们的办法 上古史书上记载 凡是白水山尽地的毒虫皆未光 火宫最佳 你这样匆忙上去只会添乱 凤九凉忙说道 他们当中只有小燕的法术最高 也只有他用法术衍生的火能驱赶毒虫 燕池物这才算安定下来 神情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你说得对 火宫 燕池物将法力集中在双手 一团黑漆漆的火便出现了 燕池物双手一挥 一道火线顺着杂草一路烧到小燕 毒虫仓皇逃脱 有些行动缓慢地便被魔火烧成了灰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后 整个疾风山的毒虫都跑远了 空气中飘散着焦焦的味道 小燕担忧地快步走去 怎么回事 击横呢 敏苏和阿大神色有些为难 两人对视一眼 敏苏眼光躲闪 小声道 这 公主不见了 不见了 小燕怒气冲关 一把提起敏苏的领口 眸中满是煞气 平日里在俊美的脸庞此时也杀气腾腾 你们是怎么保护积横的 老子要是续养肯定要把你们都杀了 小燕 你冷静点 凤九眉带紧皱 上前伸手 用力将脸色越发苍白的敏苏从小燕手中救下 老子怎么冷静 积横不见了 活生生的不见了 小燕的眼眸变得血红 嘶吼着 蹲在地上懊恼自己为什么没有来得再早些 你是不是把我的木芙蓉花糕给积横了 凤九说道 给了 小燕破罐子破摔 不耐道 那就好了 我有一灵蝶 能找寻木芙蓉花 只要积横公主涂过那花糕 无论多远都能找到 凤九从袖中抛出衣瓷瓶 还没来得及打开 就被小燕快手抢走 不满地瞪了凤九一眼 小九你不早说 害老子白白生气伤心 我都让你冷静一下了 凤九无奈地扶我 快走 小燕放出灵蝶跟上 回头道 步伐焦急地冲了出去 凤九看着狼狈不堪的敏苏和阿大 不忍道 走吧 将功赎罪的机会到了 多谢先有 敏苏虽不知对方的身份 待人谢过他的好意 三人跟上 不过经过阿大身旁的时候 凤九的鼻子嗅到一种怪异 让人不舒服的味道 像是自身散发出来的 凤九揉了揉不舒服的鼻子 摇摇头 无语 魔族人这是多久才洗一回澡啊 吉衡与孟浩坐在石台上 听着吉衡讲着编造的过往 夕阳竟然这般对你 没想到连同母义父的你都放过 孟浩听到他说夕阳为了赤魔族 竟然要将他随意许配 戏的一掌拍在了石台上 一道清晰深邃的龙爪印刻在上面 父亲 女儿不愿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这才逃离赤魔族 来找寻父亲 吉衡泪眼朦胧地望着孟浩 看着女儿凄惨的表情 孟浩的怒火更加翻腾 只是无奈自己被困在这境地 爱 父亲被前魔君锁在这里 两道铁链穿过龙骨 毫无出去的机会 孟浩心酸 吉衡 吉衡 空荡荡的呼喊声从境地外传进来 正是小燕的叫喊声 吉衡双眼一鸣 可恶 怎么会被他们找到这里 他们不是应该跟敏苏他们一起 被毒虫吞噬吗 外面有人在找你 孟浩仔细听遍着 肯定是续阳他们派人来抓我了 吉衡握住孟浩的胳膊 小声抽气着 他敢 不要怕 我不会让他带你走的 孟浩正色起身 站在吉衡前面 躲在他身后的吉衡邪昧一笑 不管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现在你们必须死 恶毒的眼神完全与孟浩眼中的女儿判若两人 燕池雾四人随着灵蝶的寻觅逐渐走进境地 凤九步伐轻快地走在最后 视线四处打亮着这个地方 虽是第一次来 但总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好像梦见过 他的脚步停留在衣食壁处 恍惚间他看见了食壁上染红的鲜血 还有 一身血污倒地的连颂 没错就是连颂 一身银夹满脸血污的连颂 被一柄长刀穿过身体倒在了地上 双眸乌光正是死亡之相 凤九的头猛然刺痛 他两眼依非身体不由地向后仰去 脑袋迅晕昏沉 还好被走在前方 细心地敏苏发现 连忙接住他 担心他的异样 问道 凤九殿下 你怎么了 凤九狠狠地甩甩头 将刚才看到的一切甩出脑外 再看眼前 也只不过是普通的食壁罢了 凤九站稳脚步 茫然地环顾着四周 这地方真是诡异 过不得被魔族称为境地 似有幻境引人入其中 小九 你们快跟上 燕池雾在不远处呼道 声音在空荡的石洞中回响 好 凤九随口回应 同闽苏一起跟了上去 凤九心有感应地回过头 又忘了那石壁一眼 依旧是空无 可能是眼花了吧 凤九猜测 抬手揉了揉眼 转身跟上了三人 到时候一定要与成玉说说 竟然会看到连送三殿下 四人穿过一道狭长的隧道 出现在了孟浩眼前 击横 小燕双眼冒光地盯着击横 神情激动地叫喊着 视线仔细地打亮着击横 洁白的白裙上无半点污渍 还好还好 一点伤都没有 凤九好奇地打亮着面前的两人 那女子并是小燕心心念念的击横公主了 杨柳细腰 温柔仪情 眉眼间流转着轻波 果然是小燕喜欢的那个类型 就是不知那个壮硬的大汉是谁 你们 孟浩还没来得及询问他们 就听见山谷中传来细碎的声音 而且声音越来越近 闽苏惊呼出声 他们刚才穿过的峡谷竟然涌入数不尽的毒虫 四人连忙跳上十台站到孟浩身边 你们带来的 孟浩神色凝重地观察着将他们包裹在内的毒虫 没事用火就好了 燕池屋就招虫师 一伙团攻向毒虫 可是这白水山先则充盈 这些毒虫都练出来神志 灵活地躲避着燕池屋的招数 没多久小燕的法力便枯竭了 小九 这该怎么办 燕池屋虚弱地喘着粗气 问向凤九 孟浩丝毫没有对他们放下戒心 一守护着身后的击衡 一边寻找着让击衡逃离的办法 没人注意到他身后的击衡正悄悄地靠近凤九 此时凤九一心思索着逃离的办法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正步步紧逼 危险一触即发 一个晃神 四人听到一声惊呼 转头时就看到凤九掉下了石台的身影 马上就要落入独虫堆中 小燕惊慌地冲过去 想将凤九拉上来 可是一切发生得太快 她的手与凤九擦指而过 两人皆大惊失色 小燕的身体向前扑去 想要以命换命 却被身旁的阿大死死拽住 法力空虚的燕池屋 只能被动地看着凤九的身体下落 阿大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燕池屋按住 她知道那个女孩是小燕魔君的朋友 但魔族不能失去一个魔君